表达清楚 平行世界啊 另外一个世界也有一个同样的你 这个我觉得有点太扯了吧 先不再讲说跟他被他套进去 所以常常会说我们佛门弟子 如果是不懂道理不懂心性的话 你很容易被众生语言套着 你就算有好心想跟他解释 实际上你已经被他套走了 你想不管是平行世界有没有我 先搞清楚现在你认为的那个我在哪里 我刚刚跟你讲感受都畅罗畅罗生命 你那个我不都在生命里的吗 我们觉得有我 有我这个生命不过就两个项目 就常讲一个身体一个意念 没有身体你不会有我 没有意念你不会有我 你就有个身体死在那里也不会有我 但是身体畅罗畅罗生命 虽然我们众生的智慧磊弱 但最少十年十年你知道身体变化吧 那直信思维是畅罗畅罗在变化吧 现在科技已经告诉你畅罗畅罗在变化 那个细胞畅罗畅罗在变化的 那肤色是畅罗畅罗在一旦维系维系在变的 对吧 荣源也在畅罗畅罗在变你相信吗 那这么多畅罗畅罗你抓到那个我字 那个在身体上那个我我在哪里 哪个叉罗 不是吧 那你说还有意念啊 意念更要参罗参罗了吧 没有参罗参罗你没有意念吧 是吧 你抓那个我字抓那个意念 哪个那个参罗参罗意念又是你那个你我呢 你连现在的我都找不到 你在找哪个平行世界还有一个我呢 平行世界就还有一个我 那也是参罗参罗生命 你需要那个平行世界吗 那平行都是参罗参罗 都是生生灭灭 那有什么意念呢 那他们叫做无聊 你找那个平行世界干什么 你在一切感觉一切世界里面 你觉得我的那个我都不是那种种我 你能觉得种种我 但要被你觉得有我的都随身灭 但是能明白那个我的都不是那个 你可以用意识所体会那个我 所以他才能够起成种种我 又喜我怒我爱我烈我种种生灭了我 但那个我呢 我方便说那叫大我 大我是无我的 什么叫无我 因为他容纳一切小我 但大我你是不能够指成的 你单纯指出来的都是小我 但是你已经默然能够担当这些小我 你这种默然心中的默然担当处 那就是大我 那就是佛门中常讲的常乐我敬的我 那个需要平行吗 那平行世界 平什么行 还要平行吗 那叫不知道我 那叫胡扯 平行世界的我 他不知道平行的我 能知道平行的我 他早就超越平行的我 对不对 后面师父多加一句 你要找哪个平行世界的我 不是我们都这样活着了 你哪个是我 你只要可以找到一个我 那都是所我 都是小我 都是所觉上的我